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 我党秉持着只有一个中国的理念 叙事待发的 准备收服包岛台湾 但是发生了1950年的一次叛变 让我卷在台湾的势力 几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导致1800余人被捕 解放台湾的计划也只能被叫停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做出叛国的丑事呢 竟然还以一己之力 让本来措手可得的台湾 一下变成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叛变行为中 蒋介石政府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而这个人在背叛党 背叛人民之后 又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但由于蒋介石党派盘踞在台湾 我党还没能成功解放全中国 为了尽快解放台湾 毛主席任命 立狱为进攻宝岛委员会的主任 全方面负责相关事宜 同时 由于宝岛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环境 空军和海军是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 所以又任命了刘亚楼为空军司令 萧敬光为海军司令 大陆已经叙事待发 只待时机成熟 就一举攻下台湾 解放群中国 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由于一个人 一下子让我党在台的情报人员 损失惨重 进攻台湾的计划随之被叫停 这个注定遗筹史册的叛妥 就是蔡孝乾 1908年 蔡孝乾出生在台湾省彭化县的花坛乡 在1924年 也就是他16岁时 来到了大陆的上海大学求学 在校期间 还结识了校友翟秋白 任毕石等人 在浓重的革命氛围里 蔡孝乾也受到了影响 决心加入拯救中华的队伍 在1928年 蔡孝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回到台湾 也是积极宣传我党的先进思想 工作成果也很吸人 1934年 在中国国民党的不断围剿下 我党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而蔡孝乾也是其中的一员 同时 他也是长征队伍中 唯一的一个台湾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蔡孝乾对于我党的思想领悟的 越来越深刻 在党内的影响力也逐渐提高 在抗日战争中 身为野战政治部部长 积极抗日 于是在1945年 被任命为台湾的地下党领导 在解放战争中 作为台湾工委书记的蔡孝乾 也是兢兢涅涅 做出过很多突出贡献 随着蒋介石的节节败退 蔡孝乾的情报事业 也是争争日上 手下甚至有高达 两千多名情报人员 这也被之后 蔡孝乾的叛变 提供了便利 蒋介石在最终盘踞到台湾后 势必要在台湾发展自己的势力 将这块土地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手里 才能作为自己的基地发展 对抗大陆 虎视眈眈的解放军 而之前在台湾的五党情报人员 也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 之后 我党在台的地下组织不断受到镇压围剿 这时候 蔡孝乾的行为简直是学上假双 也不知道是天沟皇帝远的环境造成的 还是高处坐久了 就忘记了当初经历的艰难困苦 蔡孝乾作为在台情报人员的高层 却没能发现情势逐渐严峻 反而逐渐被享乐主义侵蚀了内心 生活极其腐败 还挪用组织经费 整日流连鱼 灯红酒绿 出入各种高档场所 所谓是枪打出头鸟 在这个时候 还不知收敛的蔡孝乾 很快被蒋介石方面盯上了 紧接着就被捕入狱 被捕的蔡孝乾也知道 如果泄密的话 自己会背负什么样的骂名 所以刚入狱的时候没有松口 还一直死急逃跑 但很快第二次抓捕 蒋介石政府为了从这个 位高权重的人嘴里 得知更多我方的情报 用尽各种手段 撬蔡孝乾的嘴 蔡孝乾之前的放浪行骸 很快就让他们找到了突破口 他们发现 蔡孝乾在私下里 与小姨子马文娟 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两人感情很是亲密 于是先是抓捕了马文娟 违逼利用马文娟投降 然后让马文娟去劝说蔡孝乾投降 最终 在蒋介石政府制造的唐一炮弹下 蔡孝乾于被捕的一周后叛变 这也导致我党情报人员 1800余人被捕 对我党在台的地下组织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其中 时任敌军国防部次长的 吴时中将也被杀害 这位吴时中将其实也是邮军 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逐渐倾向我党的革命运动 在台期间多次通过蔡孝乾 为我军提供重要情报 为我军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立下汉马功劳 毛主席还为吴时中将 这位功臣写下一首诗 但就是这样的英雄 也死于了这次蔡孝乾的叛变 作为这次震惊中外事件的罪魁祸首 蔡孝乾罪孽深重 虽然没有解放台湾 不是因为蔡孝乾一人造成的 而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但不可否认的是 蔡孝乾的叛变行为 是对解放台湾行动造成重大打击的 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抗美援朝战争 两权相害虚其轻 相比有狼子野心的美利坚来说 台湾的问题可以稍放一放 但问题接踵而至 台湾问题只能一缓再缓 最终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蔡孝乾的叛变行为 就像是一连串的导火索 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仅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也辜负了那两千余人的信任 而在背叛组织之后的蔡孝乾 及其一家 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誓言 在这一场浩劫中 侥幸逃伤的人 始终对蔡孝乾感到愤恨不耻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国家大义面前 有的人选择舌小我成全大我 而有的人却为了一些身外之物 能抛弃一直并肩作战的战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蔡孝乾 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 只是之前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危机 所以大难当头 本性暴露了才会这样 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作为在近代中国反群连战争 解放战争中立下过汉马功劳的功臣 蔡孝乾在台短短几年 就忘记了自己近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身边长辈总说夜惊于秦 慌于兮 以前总是不以为然 然而放到这里却不禁让人生死 蔡孝乾最后会做出背叛祖国的事 想来和他在台湾的腐烂生活 脱不了干系 完了不仅会让人荣废学业 事业 更会腐蚀一个人的傲贡 任其可悲可叹呢 在他叛变后 苟活于世的三十年里 不知有没有凡然起悟 会不会受到内心良知的谴责 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 会不会在梦里痛骂这个叛国之徒 但他在选择叛变的时候 选择将自身利益 放在无数名同伴的生命之上的时候 选择将个人利益 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时候 选择背叛自己前半生 坚持的信仰之时 他就注定不会得到好下场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背叛党和人民的蔡小前 在被国民党幽禁三十载后 在1982年病逝 享年74岁 近半的人生在监视里度过 这就是他的报应了